嗨! 停! 不好意思 我不可以喝酒 你不可以喝酒 大家好 我是阿富 我是富泰 我们现在在德国了 我是特别开心 因为天天可以吃面包 香肠 还有起司 鸭子汤 后面这个白色的房子 就是我们的酒店 比利菲的呼呼很不错 而且他们的早餐很好吃 我觉得 但是你刚刚跟我说了 你的胃已经有点不舒服了吗 我不是 因为昨天我在路上我们开车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家店上面写着中国呀 我就好兴奋 因为我知道里面肯定有中国菜 所以我们今天要带你们去看看 德国的中式快餐是什么样子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在德国有两种中国的快餐 一种是中国人开的 一种是像越南人 他们这种快餐都不是特别正宗 但对我这种中国味来说 现在有一碗热的汤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也不管它味道是不是正宗 看看他们有没有汤 走 我们去看一下 走 这个应该是越南人开的 对 你看有北京猪口 一块哦 酸辣汤炸红炖 你看虾油六块九 但我还是想吃 我想先尝一下我们中国人的那个 就是上面写中国两个字的 对 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中国人开的 这个呢这个就是德国人最喜欢的快餐 你们的面包虽然干 但是真的是好吃 如果让我连续三四天吃 我真的要崩溃了 我还是要喝一碗汤 因为早上 哎呦 那小对吧 超有小温的 哎呦 再配一个小笼 哎呦 这汤不 这汤似的丢了 这丢了流汤 这汤都弄子 汤都弄子 汤都弄子 你看那个女士都笑你 你看德国人还是很友好的嘛 刚刚那个爷爷也对着我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搞笑吗 德国一般有三种快餐 一种是土耳其 对呢 第二种是德式香肠 第三种就是鸭式 这是亚洲菜 亚洲菜 亚洲菜 那你就是亚洲菜 亚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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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在吃什么 炒面 炒面 炒面啊 要吃什么呀 呃 我们要吃 哦 我在德国说中文 是不是很开心 你们什么东西买得最好 都买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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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汤是哪一个卖得好呢 哪个比较像我喜欢 就适合像我 就中国人的口味 云豆腾 云豆腾 好 云豆腾好的 炒面有什么炒面 鸡肉 猪肉 牛肉 你自己觉得哪个最好吃 都好吃 都好吃 老板你觉得哪个面最好吃 它面的话味道都是一样的 肉不一样 它面还是炒面 那就鸡肉炒面吧 你们在中国多久了 快要20年了 老家在哪里 中国浙江 多少钱 七块钱 好的 哇好香好香 你看我在比利福 还能够找到一家 中国人开的餐馆 我好开心 这是你们自己烧的吗 嗯 这是不是那个五花肉 鱼 鱼 回锅肉 这个鱼你们在哪里买的 这超市买的 我觉得有一点很好 他们有美气 一般的厨房没有美气在中国 如果没有美气 就是少不吃这种味道 看起来 你们也有晚卖吗 不卖 哦不卖 他们订了自己过来拿 哦自己拿 现在在中国好像也有那种 七字清车的晚卖 不多啊 跟中国的美味差不多 不过美团差不多 没美团好 哇 我感觉像一秒回中国一样 哎这个真的跟我们小红鱼长很像 但是是云吞 因为扫黑你 就吃了很多 小温的比酒比较薄 汤底很鲜 哎 这个云吞很好吃 都是自己做的 哇 哇 看到我的体勁 你就就炒了一点 哈哈哈哈 好谢谢 很烫啊 小心点 我的朋友他说 就在正在看你们的节目呢 哦真的啊 对 他说他等着要看这一期 你可以关注一下他 叫阿福 先让我说我的馄饨好吗 好的 这个馄饨真的很香 味道真的跟中国 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它的皮看上去有一点点厚 但是吃上去还是很滑的 我觉得这个面比中国的炒面要好吃 真的 我来尝一下 吃下那个鸡肉 鸡肉特别嫩 我先尝一下这个好吗 嗯 这个颜色比较淡 然后上海的颜色比较就是重色的 就是酱油放的多 而且它的鸡肉真的好嫩 而且它这个面就很顺滑 有点像米粉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今天这家中国的那个快餐啊 我觉得比我之前在什么波红那些吃到的还要好吃 因为那边吃越南人开的 这个面价格是多少 4.5欧 4还是10 4.5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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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4.5欧 哦 这个面德国人特别喜欢吃 对很多人吃 你看你这你是社会人 你看你的你的你的继续 你过来给他们看一下 你的继续 社会人 你觉得在德国怎么样 很好玩 我在这边才一年多 我嫁给老老婆买这边的 哦 然后可以把中国的美食 给德国人这个是 嗯 我们商务前有做粽子给你们看一下 好正亮 好呀 给看一下 哇塞 这是我们拿的放在盘子里面 你们妈妈还是自己吃 我们学生有卖也有自己吃 但是卖的应该不是德国人吧 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人 哈喽 哈喽 来来来来 我们这里是第三代了 第三代 第三代 这是我宝宝 行了吗 来 哎呦好可爱 这是爸爸吗 那是爸爸 你看爸爸 爸爸 爸爸在努力给你赚来分钱 好乖 把你带走好吗 我们明天要去柏林 把你带走好吗 一般你抱中国的小孩 他们都会哭 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感 他习惯我们这样的脸 那我继续吃了好吗 嗯 你们这个在哪里买到 我自己包的 但这个叶子在哪里买到 中国的来的 哦 我就想在德国应该买不到的 没有 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 你再两个回家 谢谢啊 谢谢啊 你们现在还会 有时候会回中国看看吗 我们经常回家 我作为一个德国人 我生活在中国很开心 看到你们作为中国人 在德国也生活得很开心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是 很美好 对很美好的 谢谢 好吃吧 好吃 好吃 哇你都吃完了 有点美好 还有还有还有 等一下再端一点 哦不用不用 这不下了 嗯 拉了刚刚已经拉了 拉了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老板娘要求 老板娘要求 再拉一下 再拉一下 哎 这个太转了 哇 哇 多可 你们喜欢吃德国菜吗 我们不喜欢吃德国菜 我们不喜欢吃德国菜 我们不喜欢吃 我们自己的东西 少饭应该 面包你们会吃吗 我们不吃 面包也没办法吃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本来想给你面子 扎心了 扎心了 你看自己注意这么好 也不用吃 谢谢老板娘 谢谢 谢谢啊 好感动啊 我有时候想想 那些真的一个人在这里 就是家里人朋友都不在的 那些留学生啊 他们心里肯定也会很寂寞 如果有这样一个餐馆 就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然后老板娘又很亲切 其实我们本来拍这个视频的目标 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德国的重餐没有那么正宗 对不对 但是今天这个还真的蛮正宗 其实你看你们看 结果就完全不一样的 谢谢你们啊 好的我们走了啊 把它带走吗 不要 还是回我吧 爸爸 你可不想 你可不想 阿福很软的对吧 跟着阿福去吃好吃的 软软的 爸爸 你跟着阿福你肯定有福的 哎呦 你相信我啊 再见 拜拜 谢谢你们啊 谢谢啊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祝你们在德国开心啊 谢谢 其实我们中国人 对你们德语也没有什么 哎 我跟你说 你那个粽子要放在微博里面 打一下冷啊 好的 打一分钟 差不多一分半分钟 就够了别太长时间 太长时间 那就不能吃了 好的 好的 你热一下就可以了 奶奶是很经典的 很经典的中国妈妈 你看语言啊 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吃的 吃的 所以他们生意这么好 对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每天都是吃干面包 我做一个 德国人比中国人要开心 嗯 因为我两边的菜 我都能接受 都非常喜欢 明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柏林 在柏林干嘛 拍什么呢 你们可以猜猜 给我们六个人 我跟你说 我们阿福真的是特定 为了给你们拍这个视频 要开车四百多公里 五百多公里 五百多公里 你们猜猜 留个眼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